二大赏的对决是由重新狼队对阵到日本Skars 那么刚才评论棋也说了 这场比赛其实从大概率上来说 狼队应该是2比0 然后Skars如果想从狼队手里抢分 这个难度就大了太多太多了 是的 但是对于日本Skars来讲 如果今天我感觉都不是两分了 他输一分 他目前就剩两场比赛 理论最高分应该是9分 但是如果他输了一局 他最多是打平 那他的最高分是7分 那狼队起码也是一个8分 对吧 那这样对于他们来讲 也是宣布淘汰 所以今天对于他们来讲 我觉得积分先不看吧 就尽可能做好自己所有能做的 不论是从BP还是局内开局的一个布置 不要被狼队抢占先进 你要从前期就去想办法拿到一些优势 这样你在中期的团队才有得打 因为狼队我们都知道 他的滚节奏能力是非常强的 同时他的打法也更加的成熟 所以说今天这场比赛呢 确实要看斯卡尔斯如何去发挥了 但是就像刚才肖塔所说的 7分上其实 现在我觉得不用过多的考虑 对 是这样 是这样 因为先打完再说嘛 就尽可能是在阵容上做起劳 然后在前期大优势 要是你拿了一套片发育的时候 你和狼队去合并发育 我觉得不是一个明智之主 因为你说跟狼队拼命赢 拼发育 其实就哪怕是KPL赛区的队伍 也没有几只说敢赢狼队的吧 对吧 你没有没哪个队敢这么说吧 我狼队绝对比狼队好 不可能 对吧 而且在作战方面 怎么说呢 狼队的团战的思路 包括他的阵型 也都比较的成熟 所以说其实这对于Skars而言呢 我觉得就是像对阵 到了一个顾若金汤的一个队伍 对吧 有点难以找突破口 所以他要想办法 把某一项属性做强吗 就从阵容上 把某一项就进攻拉满的话 我觉得这场比赛 起码是非常有看头的 而且看到现在Skars的成员 脸上的表情 并不是特别的凝重和紧张 我觉得这种竞技状态 其实对于他们对阵的狼队 是有帮助的 就不要想太多 对他们不需要有压力 赢了很赚 输了也不亏 对吧 对的 反而有压力的应该是狼队 狼队说到压力这个事情 其实我觉得狼队的抗压能力 还是不错 但是如果说狼队打逆风了 那他们心理上肯定会有压力 稍微慌一点 就是如果一上来先小逆风了 这个对于他们来讲 肯定会稍微慌一下 但是以他们的这个底蕴 和大赛的经验来看 随时能做一些调整 想要一口气压死狼队 也不太现实 所以狼队这里 他们现在要想的 就是一小句不输的情况下 在下午或下半场的这个比赛当中 然后尽可能的去二平战胜 成员一场会 这样他们才能以小组投名出现 小组投名出现 有一个好处在淘汰赛的话 他其实不会和 首先他不会再和成员一场会碰面 其次就是他胖的一定是其他组的第二名 对 这个也是一个优势 当然对于AG来讲 他也是这么想的 因为在后面的比赛 我们都知道是一个双败的一个淘汰赛 对 对双败的话就意味着什么呢 你上来如果说对阵到的是其他组别的第二名 对吧 那你首先你的胜率就提高了 对吧 如果你正好抽到的是D组的第二名 对不对 那就更高了 那老开心了 是不是 可能对他们来从实力的角度而言 我们客观去讲 其实可能会稍微的胜算要高一些 所以说这个争第一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 那既然说到争第一 我们就要考虑到在这一支组别 有可能拿到第一的队 一个是狼 一个是AG 然后在之前的第一循环 他们是一比一平 所以今天如果他们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 又达成了一比一平 今天我们就有加赛看了 大家就可以继续往下看了 如果说加赛还是很难分出胜负的话 那其实加赛就是一局了 就不可能分出胜负了 对 因为加赛他的赛制不是BO2对吧 BO2的话可能会一比一平 但前提是呢 他们在对抗到其他两支队伍的时候 还要是RD 一分不能丢 对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场比赛吧 先搬掉莫拉 针队吧 而且莫拉这个点其实在局内 你没有那么好盯他 他这个影子可以放特别靠后 狼队在班位上应该是搬掉一些 局内没有那么好处理 而且容易产生一些 对他们来讲是一些负面因素嘛 就是把一些偶然性 比较强的英雄给搬掉 比如说像莫拉来临王 但我觉得还有一个英雄 就是大乔了 大乔 这个点一般来讲 可能有些队伍不会考虑嘛 因为打B2 但我记得狼队在 之前比赛 玩了 是用过大乔啊 我觉得其实Skars 可能要考虑一下这个影响 我们来看一下Skars是搬的周瑜 他也是在防大乔 我觉得 祖卡 三班的也是刺客 打野 那现在还有个进是想抢啊 Skars 就是进跟卡芬妮 你放哪一个 狼队就抢哪一个 但如果你双放 其实是一人一个 但一人一个的情况下 进加 他赞尼尔是能切卡芬妮的 对的 还是优先级 进 哦 他们Skars的前两楼 并没有选择到夏侯敦 加上 吉小满这样的英雄 而选择到了 水莱姆斯 水莱姆斯加上夏侯敦 夏侯敦 夏侯敦目前是一个摇摆位 但他一定是给Ryoro玩 然后M封的话具体拿什么英雄 待会要看一看 提力 加上联波 联波其实在重新狼队的 这几场比赛的一个出场率上来看 也是比较高的 在第三天对着到日本Skars 和第五天对着到塔龙的时候 他们分别在第一局和第二局 拿到了联波 然后联波都是 打一个坦边 前三楼 如果说你出了野河 不选坦边的话 那后边 要么坦边被抢 要么坦边被搬 然后你能用的 常规坦边就比较少 你就只能去用一些像孙策 或者说用一些 战边加野河的阵容 因为这个版本 坦边确实什么 是的 然后Skars这里呢 是选 从阵容的角度来看 肯定是个双核阵容了 一个史莱姆斯 再加上一个 打野还没出吗 或者说对抗龙 他这个其实可以 夏侯敦这个点可以摇 对对对 所以狼队这里是搬了一个 夏洛特 季晓满 这种对于体力 都是有着威胁的 但其实外边还有亚连 这种东西 对我们可以看一下 其实狼队是五班 M风啊 可以怎么理解 对吧 五班M风 都是他的英雄是吗 是的 五个英雄都是 得着一个人班 对吧 被M风逼的这一局 看看还能使出些什么花招 哦 狼队这里的话相当文件啊 昌飞加王昭君加联波 两前排 然后一个工具人打双核 双核双前排 这个阵容 你挑不出太大的 毛病 对对吧 挑不出太大的这个缺点 草操啊 你要说唯一的缺点就是他 整体偏笨重 对 但是他可以打四一 他的劲很灵活 是的 他转线方面就是 五个人 起转线的一个效率可能有点低啊 但是进这个点去打四一分带的话 做一个牵制 首先问题是不大的 看斯卡尔斯在纠结是选亚联还是狂体 你要是切体力单切 我觉得就是亚联 你要是想跟队友配合 而且想拿线上的优势 那你就选黄铁 选择到了亚联 然后呢 发育录是选择史莱姆斯加上太乙真人 拼一个后中后期了 然后一星这个点位呢 就是一个常规的固定战场 和一个反手的英雄 ASD他自己的优先级是最高的嘛 然后艾莫峰的话 亚联是他本次试管KSC第一次用 我觉得斯卡尔斯这种选择完毕之后 就是他前期的伤害量可能是 超过一些差 是真的缺 真的 所以亚联带了个中极 有伤害啊 因为对面是张飞套盾嘛 可能中极有的时候确实能起到奇效 而狼队这里我觉得可以 撕开斯卡尔斯缺口的一个点 就是打野 就能小胖出界 对 小胖的劲 首先熟练度和他的操作手法是顶级的 这个是毋庸置疑的 其次呢就是在整体阵容方面 无论是张飞的控制 还是连波前期的坦度和控制 都是为了劲去打一个收割和终结 至于妖刀这里的提力的话 我觉得在前期 他也需要一段时间的过渡和发育 妖刀这把任务就是活着 他活着就能吸引的是亚联的注意力 然后稳稳的大输出就好了 进这里的话就是定对面是M4 但是他前期会从哪开节奏 从哪开刀呢 我觉得是对抗 因为这个亚联带的是终结 是 你要是想抓他 我觉得在他到4之前还是很好抓的 所以斯卡尔斯这里就要有防范 亚联好歹还是有二技能的位移和大招 可以规避一些伤害的 在对拼的时候 不要对这个连波上头 你不要跟连波换血说白了 对 你跟他换血 就有可能会招来劲的杠过 而且像亚联这种英雄 你前期他在几分钟之前 在大概8分钟之前的一个装备吧 他没有办法做到兼顾输出跟防御 所以说劲的一套爆发 打到亚联身上其实是很痛的 一般来讲亚联想要参团 参这种大团的话 都是要有个差不多三件装备 最好是把血魔之怒做出来的时候 这样他的一个团战做的能力 会是有质的提升 有血魔之怒的亚联和没有血魔之怒的亚联 其实他打团战真的是两个亚联 对 主要是这个容错率的一个问题了 亚联上来先吃一道伤害 如果扛不住 你开个大招落地就没了 所以这场比赛我觉得对于日本斯卡尔斯而言 因为自己前期的伤害量不足 再加上自己的阵容 你跟狼队去拼 可能容错率也稍微低了一些 所以说前期稳稳当当发育 拼一个中后期 是一个比较稳妥的做法 当然日本斯卡尔斯也是这么想的 前面不会打得太凶 他阵容上选的并不凶 他也是打发育 因为他配了一个太一阵 他意思是狼队喜欢打这种运营局 压得不凶的情况下 我就可以靠着太一阵人 去把发一朵势头的经济 提议得非常高 那共同来期待一下本场比赛 蓝色方是重庆狼队 红色方是日本斯卡尔斯 大家好 我是紫玲 大家好 我是潇洒 一起来看看 今天感觉 狼队上来都很有劲啊 蓝色汹汹啊 对 对 这里太一阵人被白白磨了好多的血量啊 因为刚才看到秀选手 其实他是在用普攻去A这个张飞 没必要啊 对这个没必要 你A他干嘛 你A他的话 你吃王朝军的这个伤害 那吃的就多了 他进是直接反蓝buff啊 交城拿掉 这样开局 进有可能是个三buff开啊 嗯 哦连部还把这个核导之灵给抢了 那这样的话狼队在前期就很顺 因为狼队在 这里夏侯顿想止损进野区 那你怎么走 还被冻住了 因为没有大招 没有霸体 完了 很难受 王朝军拿下了第一滴血很快啊 这就是因为 进那里入侵了一个蓝buff 然后Skars不想亏 但是你对抗路这里也没有限权的优势啊 联波和亚联是一个军事线 联波去守野区打你一套 你下后蹲你也扛不住啊 而且为什么刚才狼队可以去 入侵到这个蓝区 一是考虑到下路的限权 提力这边打史莱姆斯没压力 二来呢就是中路压住了 对我们刚刚看 我们还说了嘛 带一针这边掉了太多状态了 所以说呢这个下半区的一个 顺时间的一个强度和缺口啊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狼队这边是已经把握住了 闪性过来留一个 没有四级的夏侯敦 夏侯敦没有位移 怎么跑跑不掉 进的一套爆发 再拿一个人跑 是的 那这样的话 夏侯敦Rever选手在掉点两次的情况下 整体团队的扛伤能力 就直接下来了 是的 进这里是惨了 但是夏侯敦现在是没有进攻能力 他连四级都没有 而且刚才王朝军是采用了一个放线的思路 这样进在一塔下 还吃到了一个塔下的恢复 同时还吃了一些冰 再去刷一下野区状态就差不多能恢复上来了 就是在对抗的时候我们经常看到中路啊 宁可中路回家 别让打野回 塔下恢复要给打野留着 要知道谁是核心吗 对的 小野一直在重庆狼队的一个掌控之中啊 现在进去差距已经有了一个拉开的趋势 斯卡斯如果现在什么都不做的话就这么稳步发育 那他其实只有一个点能跟上进去 就是这个史莱姆斯 那史莱姆斯的补刀会不会被压 就要看腰刀和一生这个对线了 动作夏侯敦被王昭军的一技能完成了最终的终结伤害 已经被王昭军击杀两次了 在这个buff 项羽是真舒服 buff一直在身上 嗯 有一个buff的一个续航 缺buff的就找夏侯敦是吧 确 那这么讲夏侯敦这一局也太可怜了 目前看是这样子 长飞一个大招吼出来 小莱姆斯交出闪现 静又来了 先摸一下太乙 不着急把你人赶走 下路的一塔可以绝掉 看要不要强推 谁来不猜想用自己的标枪 去扎掉这个残血的兵啊 但是刚才是扎到了张飞身上 这里是连波121配合王昭军冰冻 能接上 夏侯敦大招啊 交的也有点迟了 他没反应过来 就被121砸到了之后 就直接接上冰冻 也是狼队这里的控制链接的比较紧 时间到达了4分钟 那这样下半区在获得了优势的情况下 狼队可以比较轻松的把这个暴军开掉 然后Skars现在采取的战略是什么 放弃了夏侯敦的发力 直接把红buff给了史莱姆斯 夏侯敦估计现在 就只能当成一个辅助玩了 这个蓝要不要进 进就在过来路上先把中线带一下 张飞一个大招吼出来 他是想拆火 他怕史莱姆斯这里标中了王昭军 但是他这个大招是把蓝buff给吼到后面的 没想到 但是近在拆中路 自己状态掉的很多 王昭军给个大招覆盖 让你的倾线的英雄没有办法贴近兵线 那这样的话中一塔就落入到了冲击狼队的手中 这外一塔要掉光了感觉 上楼这个塔还能再防守一波 这样的话这场比赛的一个进程 无限的被狼队在加快 进入到狼队的这种运营节奏里 我觉得Skars的胜率已经在不断的降低了 是的 因为狼队他这种选择非常的扎实 双前台 当他拿到优势之后 他这个视野叹的会非常的开 然后去反你的野军 基本上就是靠双前排往前压 逼你的走位 去把资源一拿就好了 而且这么去打4-1的话 这个镜也没有办法去限制 因为在Skars的阵容体系里面 没有一个非常稳定的控制 可以限制住小旁的镜 因为亚连也是一个发育点 史莱姆斯也是 现在这个阶段谁都发不了力 连波1-2-1 压了一下史莱姆斯的状态 一星再一狂 狂到了双前排 但是连波就地反打 一砸全部闪现给你逼出来 他一阵人有个复 要被捞起来 王大军又覆盖了一个大招 把一星给赶走 这样他上路的二塔 可以非常平稳地拿下 一星框的是两个人没错 但是这两个人 就是狼队要吃伤害的人 你打他 那狼队是很开心的 而且这位狼队而言 他现在没有必要 非要给你决出一个团战的胜负 他只要把塔给带点就可以了 对 他的目的形式很明确的 我这波进野区就是为了反击资源 你过来跟我打 那可以接 前排上去先跟你换起换状态 然后张飞接吼 亚连也绕后了 配合着自己家的前排 但是被连坡打了个拆火 后面还在进行追击 强切 有斩杀的 对 把腰刀先给处理掉 那这样的话 看一下后续还怎么打 王朝军在这后面还能补控制 夏侯敦 哎呦 这次动住了亚连 亚连没了 王朝军动得很准啊 向羽这里在队友交控制 控对面的一瞬间 他的二技能会提前释放 然后跟队友的控制连接起来 但是斯卡斯这波 让亚连强切之后 反推一波中路一塔 是 效果不错 但自己全是惨怎么跑啊 看一下进要过来了 又是一套爆发 先处理到两个人 这个位置夏侯敦也有点难走 又一个洞没冻住 然后夏侯敦一进到二段 还没砸下来 就被击杀了 连坡拿到了一波双伤 这波日本斯卡斯的散扑 又来 这一次感觉进出来了 一套换位 把亚连先给处理掉 后面的支援 队友赶来的非常及时 是的 刚才我感觉 M封是想用终结 把这个小胖给带走的 但静有大招 嗯 这样的话上路 好 要被秒 一套走过去 就是一A就没了 王昭君一技能减速 他知道一星没背都没闪现 连波交闪过来砸 砸到了两个人 击飞之后 看一下 史莱姆斯数据环境 不是特别好 刚才是静是被小控了一下 但问题不大 张飞被标中了 标中之后 王昭君一个大招覆盖下来 太乙真人 倒在了自己的水晶旁边 中路的兵线也到了 源源不断的攻势啊 日本斯卡尔斯批于防守 现在人没有骑过了 嗯 西莱姆斯二技能跳开 没有被王昭君动住 亚联这个位置想进场 一个人打四个吗 感觉有点难啊 一个大招先落地 落地之后 就是要往后撤 一星跟了一个大招打拆火 但这一次呢 亚联并没有拿到太多的 经济和击杀 现在八分多钟 狼队这里的经济差 已经到达了九千 还是在第一波 哎 这边静绕得很很靠后啊 对 直接从高地那里 绕出来了 是的 水莱姆斯他在左边的位置 先把一星给处理掉 静还在找泰乙人 泰乙人招出了闪现 静交一个城 没有把泰乙人处理掉 亚联跟上了 有机会 又一把 终结伤害打满了 只有亚联这个终结 能够去造成击杀 两个终结 分别终结掉的是 提力 嗯 以及 静 对 然后刚小胖想的是呢 用自己的极限伤害 把泰乙人给处理掉 但是呢 交完了成绩之后 发现还差了一点 而且他的位移已经没了嘛 是的 而水莱姆斯刚发现情况不对 直接一个反向走位 走到了后面回家了 是 项羽 助攻十次 其他参与率非常高 他的冰冻真的很准 很会找时机 他不论是接 还是自己 大招 然后二技能 都动得很准 连波 没抢到 没抢了 那这样的话 蓝是在夏侯敦的手中 夏侯敦现在这个 经济和静已经 差了五千了 而且 五千多了 对的 而且小胖 一闪过来开团 史莱姆斯有点难走 二只能跳开 又被张飞给吹到了 但是静在侧底找的是亚连 史莱姆斯还在进行 不断的普攻 张飞在进行追击 那这个位置 体力又跟上了一发大招 史莱姆斯又一个 二只能可以跳开 一毛 毛中了 体力但问题不大呀 三个队友都跑不掉 是的 那这样体力完成了一锅 双杀收割 那里进的话也是 单杀掉了亚连体力 再往前追发普攻 带走了史莱姆斯之后 完成了三连决胜 嗯 那这样重庆狼队在上半区 是有兵线的 兵线进到了水晶 五个人都在推掉水晶 让我们恭喜重庆狼队 从阵容的选择上 狼队这里 首先他选的非常的扎实 然后前期他打野 就是进这里的一个小小的举动 就反你的蓝buff 利用他中线的线权和下路的线权 进领波篮区 然后导致了对面夏侯敦想要去换狼队的篮区小野 结果有去无回 然后夏侯敦就被连续打出了一个滚雪球的压制效果 前期一共死三次 对了在五分钟之前阵亡了多次 所以说在坦度受损也居于不受控的情况下 狼队就一如既往按照自己的运营手段 很迅速的终结了本场比赛 那么狼队在本场比赛拿到了20个击败 而对于SKARS而言只有两个 可以看到这个差距还是非常悬殊的 但我觉得这场比赛对于SKARS而言又是一次学习 希望他们能够积累经验在下一场比赛好好打 好 让我们把画面交给评论区 好的 恭喜重庆狼队也是稳稳的幸福 第一局拿下了 那么如果说下一局他拿下的话 也可以提前锁定竞技淘汰赛的一个名额了 是的 然后这一局在BP上 我们在赛前评论区的时候就有聊到过 其实还蛮期待说小胖可以拿出劲的 所以看到在这一局的蓝色方一抢劲 施滑 还是非常施滑的 毕竟熟练度在那摆着 而且他们的阵容搭建其实还是你看 把新英雄给到了要到这个点上 对 而且他们整体的节奏其实三线就是压制 然后每次打团能看到最亮眼的一个点 就是在于归西的这首联波 开团 他不管是先手 反手 还是补控制 他都做得非常的好 但还有一个点就是项瑜的这首王昭勋 二技能释放的也非常的准 然后我们现在看到实时的一个画面 也是草哥 我们的望远草教练 他还是在台上去跟SKARS战队 进行了一个复盘 对的 因为这把输了 所以不能奖励他下去了 伟业章老师 你是会解读的 然后现在画面当中的项瑜也是在 这一局我觉得重新狼对整体的配合 还是非常不错的 就是我们预料当中 从异响当中他应该去打出的一个画面 他们整体节奏压了就非常的快 因为三线优势拿到了之后 就开始频繁地进野去滚资源 当经济领先非常多的时候 就开始频繁地去找机会开团了 对的 而且蓝队其实配合配合得很好 因为联波加王昭君 他们都能打上配合 一个联波121配合王昭君一个洞 对的 就很多这种小控制的衔接吧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这次小组赛看到 联波的登场率会这么高 因为我们整体整个KSC的版本当中 开团英雄其实较少 尤其在游走位这个位置上 所以联波的上场率就会变得非常的高 对 所以我觉得看到我们联波的出场率 今天在我们赛前那个板子也是 他其实是我们小组赛第一阶段英雄选择次数 最多的一个英雄 加上这次就已经选择了32次了 对 然后排在第二名的是夏侯敦嘛 这两个英雄都是比较百搭的 像这一局夏侯敦也已经出场了 对 不过这局M风的这首亚连啊 两次击杀 一次妖刀 一次小胖 那进场收割的时候 就当对方没有技能或者是没有人保的时候 他这个机会抓的是蛮好的 对 现场也被点燃了 那两个时刻的时候 是 胖行跟那个妖刀还是好兄弟 要不然妖刀一个人太尴尬了 我说 你是会解读的 我像狼队拿到这种双肩排的阵容就特别的扎实 而且他们到了中期其实不会说很着急 拿到了优势之后该打的团他们就会打 包括在上路高地推掉之后也没有着急想要去一波 先往回拉再推中高 然后往后再运营了一波才去推水晶的 这一局狼队的整体数据还是比较平均的 你看他们的中路还有对抗路两个点的经济其实蛮低的 因为两个点一直在打更多的技能配合去带节奏 对 然后小胖的经济是28.5%的占比 是 野区要刷两条线要拐 10分钟 经济差1万 确实对于一支非常领先的队伍 重庆狼队来说这样的一个经济曲线这样的一个数据 就是观众朋友们在这场比赛开始之前 可能去想象到他们交手应该会的一个结果 看期待的就是会不会再练些什么东西了 来看一下本局的NVP给到了龟七 联坡 控制时长20秒 这局好几波都是龟七的这首联坡 121的控制和大招 同时能够击背到很多人 然后让队友一个好的输入环境 对的 像最后一波团阵也可以看到 就是这个联坡跟张飞两个坦克直接往前面一压 压的那个斯卡斯都不敢打了的 对 关键是什么 就他还没有办法去反制你 联坡本身经济也不是说很低 你的伤害也很高 是的 那么本局的NVP选手归期 他的操作极其亮眼 正如我们的上汽大众零度L 腊不可挡的超跑设计前脸 线与面折服于超跑式前脸 勾勒出人鱼线包覆式基盖 力量与美蓄势勃发 星光点点 要目星空格栅 放射出强大能量气场 这波也是一开始以为要被反打了 但是一瞬间看到贵琪的连波反手一个大招 把所有人都赶走了 这一局对于Skars来说 他们唯一拿到两个击杀都是M风创造的 他今天在第一场比赛是拿到了NVP 两局都是他 看一下第二局他们能不能再给了 对更多的一些压力了 好的 来听一下本局的语音回放 对面西医可以搞啊 可以找人 他说能来不玩到去 我再靠紧 诶 我再靠你 他自己找到这个下午他要死了 你能解说 来来 算 算 能 算 他一样又副 中午的一闪怎么说 等他15秒半 老鼠有闪吧 没闪 我吸到他了 能输 没有啦 老鼠没跳 死了死了 笑我沒大笑 死了死了 笑我笑我 全死全死 小野我去反了 來推一波中路兄弟 他死一個 他死三個 可以約了這個 出來的包吻兄弟 揍進去 拱過來 兵 because I'll just do it 來來吧 老鼠老鼠沒有 老鼠老鼠要連地卡我 我要打壓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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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事慢慢注意 一直沒打 我去追壓連 我去追壓連 我頂三個頂三個 老鼠大彈 可以留可以留 死了死了 一波的 上路一波了 一波一波 一波了一波了 感觉这个语音还是非常的激情的 一上来 分工明确 对对对 非常有激情 非常有规划 基本上最后那波团战 我们看到张飞跟连波就顶在前面 对 主要是后面的C位跟不上来 好的 选手比赛手感火热 上美团外卖搜开黑 一起开火 热饮热餐火热抗寒神装备 更有皮肤道具 关赛门票 美团神券等燃东神器 等你一波拿下 赢了碰一下不服更要碰一下 把弗拉满 勇闯巅峰 勇闯天涯 super x 扣蛋就来碰 好的 我们今天在赛前的时候 也跟大家去同步过我们的一个晋级信息 就是狼队这场比赛 如果2比0战胜了 来自日本赛区的Skars 将会提前锁定我们淘汰赛的名额 那么与此同时也会宣布Skars 无怨到一个淘汰赛了 好的 让我们稍息马上回来